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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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投诉数量129例图胜 上月排在榜首 本月被408取代 但图胜的投诉量也不小 达到了129例 问题和上月几乎没什么变化 主要集中在发动机上 油耗高 功率不足 噪音大是被投诉最多的问题 N0.3日产齐骏 被投诉数量86例日产齐下 畅销车型齐骏 本月和上月排名一样 还在榜单第三 其投诉数达到了86例 问题主要集中在发动机排气故障 烧机油 变速枪一响 变速器顿挫和转向系统一响等 N0.4别克英朗 被投诉数量75例 别克英朗 也和上月排名一样 都在榜单第四名 其投诉量达到了76例 主要因为发动机抖动 漏油 变速器一响 转向系统卡制等问题 被投诉 N0.5其锐 艾瑞泽5 被投诉数量65例 艾瑞泽5本月 被投诉65例 主要涉及到的问题 为前后桥 悬挂系统减震器一响 减震器过硬 发动机 变速枪一响 车身生锈 变速器顿挫等 但这问题 在新推出的艾瑞泽GX和EX新车上 都得到了有效解决 N0.6现代领动 被投诉数量63例 领动本月 被投诉63例 和艾瑞泽5不相上下 其典型问题 为转向系统异响 卡制 方向盘不正和轮胎骨包等问题 看来韩系车在细节方面 还有待提升 N0.7 日产圈异 被投诉数量 55例日产旗下的齐骏 本月被投诉55例 问题主要集中在 变速箱一响 发动机一响 烧机油 故障灯亮等问题 随着销量的提升 轩益近半年 都在投诉榜单里没出去过 N0.8 奥迪A4L大众朗逸 猎豹CS时 被投诉数量 45例 奥迪A4L大众朗逸和猎豹CS时都以45例投诉的数据并列第八名 奥迪A4L的主要问题 集中在发动机漏防冻液 变速箱一响 顿挫和抖动 而神车朗逸的问题 主要集中在制动系统 一响 发动机一响 车身生锈和夫妇态度等 猎豹CS时则依然是 发动机冷却系统故障 转向系统一响 变速器一响 刹车偏软等问题居多 NO.9 别克凯悦 被投诉数量 41例 虽然凯悦经历了短暂退市 又又重新上市回到市场 但却没有了老凯悦那样的市场定位 销量惨淡 凯悦本月被投诉问题达到了41例 主要问题涉及仪表台开裂 气囊故障 发动机漏油和功率不足的问题 NO.10 大众宝来 被投诉数量 40例大众经典车型宝来 2月被投诉40例 主要问题集中在发动机 制动系统一响 变速箱顿挫和车身漏水等问题 a add 控制箱顿挫和车 건�情人 60%挫边